好,我们来看概述部分的第二小节 项目一般过程和方法 项目过程它是指一个项目从提出到实施到投产 再到项目终结这样一整个过程 一般来说,项目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项目的筹备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项目启动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规划和设计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实施阶段 第五个阶段是投产和维护阶段 我们首先来看项目的筹备阶段 筹备阶段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提出项目 第二个就是进行一个调研和可行性的分析 好,我们先来看项目的提出 项目提出回答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主要回答一下三个问题 第一,满足了什么需求 第二,解决了什么问题 第三,创造了什么价值 我们先来看需求 需求是一个项目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一个项目走向成功 或说一个产品普及的重要推动因素 具有例子,比如Windows Windows成功 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背后有巨大的需求在推动 因为大家知道Windows出现 是计算机从大型机到小型机的这么一个时代 那么用户也是从专业用户到普通用户 所以这个时候 普通用户对电脑一个重要的要求 就是使用起来要简单 Windows正好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从技术上来说 Windows它不是一个设计的最好的系统 但是使用起来确实很方便 所以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再来看一个缺乏需求推动的一个项目 或者产品 比如说车载媒体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 我觉得这个提出的就有问题 车载媒体系统最重要的功能 我认为就是导航 那么对其他功能 比如说游戏啊 视频啊这些 那么它的需求就 需求量就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精力去看视频 或者玩游戏的 那么只能坐在 坐在副驾驶上的人来操作这些 但是副驾驶做 包括它这些操作性啊 还有整个舒适性啊 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载媒体系统 特别是游戏和视频这些 都是缺乏需求推动的 第二个问题要回答解决了什么问题 以前我们所在的一家公司导过一个电子报表系统 最后获得的评价比较好 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报表和这种纸张报表相比 它有哪些优点 它能解决这些问题 以前在纸张报表时代 我们那个报表是由文案人员打印送给主管的 那么导入了电子报表以后呢 我们只需给主管开一个账号 主管就可以随时查看 实践上呢就非常的灵活 纸张报表的纸张报表时代 我们打印出来以后 给各层级的主管每人送一份 那么在导入电子报表以后呢 我们只需要给这些主管开通一个账号 就可以了 在纸张报表时代 如果出现了错误啊 需要重打 重新装定 然后重新送过去 那么电子报表基本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只要程序是正确的 它看到的数据就是正确的 在纸张报表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分类统计 查询的不灵活 那么电子报表导入以后呢 可以进行各种维度的统计 查询各种条件的组合 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 另外一个纸张报表 它容易泄露一些敏感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文案人员打印号以后 没有及时的到打印机旁边去取 这个报表就被别人看到了 有时候打印以后呢 又取错了 报表被其他人员取走了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泄密的问题 电子报表导入以后 只要做好这种权限的控制 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效率的问题 肯定是电子报表效率高 纸张报表效率低 第三个问题 创造什么价值 比如说企业导入信息系统 它会创造了一些价值呢 比如说它能够支撑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转 它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能够扩大公司销售额和盈利的能力 当然公司发展好了 会创造更多的财户 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会给普通员工更大的上升空间 这个就是它创造的价值 在项目筹备阶段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调研和可信性分析 那么调研和可信性分析 主要回答的是 由谁来做 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说调研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需求以后 我们到市场上进行一个调研 看现在市场上是否有这样的产品 有哪几家厂商在做 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有哪些区别 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么它的价格如何 质量如何 维护起来是否方便 以后扩展方便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后 最后就决定是购买呢 还是说自主开发 如果说购买 那么就是要考虑一个价格质量 维护和扩展性的问题 知识产权也不在我们这边 如果以后有什么新的需求 还要找到厂商进行一个定制化的开发 如果是选择自己开发呢 就是一个开发的可行性问题 技术上是否可行 我们有没有这种技术实力 市场上市场方面的可行性 业务方面的可行性 时间成本 风险 以及其他各种限制条件 如果进行这些评估和分析以后 我们决定自己开发 那么就会进入到项目启动阶段 也就是立项阶段 立项阶段主要做的就是一个资源的分配问题 第一个资源 当然就是经费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没有钱肯定做不了事情 这个经费究竟是找人投资呢 还是我们公司的预算 第二个就是团队 项目团队 人才是项目的中心 团队包括leader 项目领导者 或者说项目经理 在这个项目中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以直接决定这个项目的成败 现在就是成员 成员的角色和分工 每个人做什么 还有就是团队 开发团队 我们测试团队 业务协助团队 还有其他一些 比如说配置管理团队 产品设计宣传团队 这些都要到位 安排合适的人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做事情 其他的一些资源呢 就是软硬件 网络 办公场地 这些 在项目的启动阶段 我们还要提出另外一个要求 就是说 在什么时间内 什么样的预算内 你要做出什么东西来 这个一定要提出来 项目启动以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规划和设计阶段 这个时候主要工作就落到了项目开发团队的身上 规划和实施阶段主要有以下一些任务 或者说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项目目标和需求分析 项目目标的分解 时间 成本 质量 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第二个就是功能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项目计划 我们这个项目要经历的一些阶段 各个阶段的时间点 对应的产出 另一些关键路径 项目的里程碑 这些都要细化 第三个呢 就是开发方法和技术路线的选择问题 我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开发方式 是这种传统的瀑布模型呢 还说迭代的开发方式呢 还说敏捷开发方式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路线 选择哪个厂商 哪一套技术系统 比如说是Java的还是CSAP的 当然这个要根据每个项目的特点 和每个团队的这种情况来决定 第四一个就是项目模型的选择 这个主要是指开发模型 就是说项目原型 我们究竟是从头开发一个模型呢 还是说从现有的一些开源系统中 或者说从现有的一些系统中 选择一些功能比较相近的模型 我们来进行一个改写 第五呢就是一个架构设计 总体设计详细设计 内外部接口的设计 这个就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 逐步细化一个过程 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对应的产出 比如说这个设计阶段 那么最重要的产出就是设计文档 项目设计完成以后 我们就会进入实施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任务就是编码和测试 循环往复 直到就是说在项目要求的期限内 拿出一个质量 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实施完成以后 就是进入到投产和维护阶段 我们就项目就上线了 上生产了 上生产以后当然就是这种长期的维护 优化 bug修复 生产问题的处理 然后一些新的需求进来 那么进行一个 新的需求进来进行一个开发 一直循环往复 直到整个项目周期的一个结束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结束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结束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结束